有一位世界级的推销大师 人家一听 哇 这个人世界级的推销大师 他肯定有本事的 在他最后一场推销的精英大会上 吸引了业界的500多位精英 都是那些推销能手 现场许多人问他经销的秘诀的时候 他微笑的不打 然后过一会儿呢 厂灯啊 全部按下来 这时候呢 从会场一边呢 出现了四名标行大汉 他们合力抬着一架的一个铁架子 这个铁架子下面呢 垂着一支大铁球扛上来 放在台上 现场所有的人都站而合上 摸不着脑袋啊 那这什么回事啊 那位推销大师呢 走上台 一个这么大的铁球啊 推都推不动的了 然后呢 他推了一下 铁球没有动 隔五秒钟 他又推一下 还是没动 于是他就每隔五秒钟推一下 每隔五秒钟推一下 这么持续不断的推 很长的时候 这些这个大铁球动都不动 因为太大了 台下呢 有些人开始烧动了 有些人就陆续的离场了 但是这个大师呢 还是继续的推铁球 人越走越多 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两百人不到 终于 这个大铁球开始慢慢的晃动了 而且幅度晃动越来越大 然后铁球的力量 这个时候晃动了 推动的时候 任何人的努力 都不能使他停下来了 因为一动了之后 这个铁球的惯性啊 这铁球停不下来 这个时候 场灯亮了 最后这位大师 面对剩下的两百多人 介绍了他一生推销成功的经验 他说 成功就是简单的事情 重复的去做 以这种持续的毅力 每天进步一点点 当你成功来临的时候 你挡都挡不住啊 我们每一天累积一点功德 每一天做一点善事 等到我们要被菩萨带到天上的时候 你想不去也不成啊 记住了 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 那是信念 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也是信念 信念就是相信自己做什么事情 一定会成功 你才能培养出这种信念 用恒星去使它成为现实 那就是信念的力量 我们今天开始 好好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菩萨 好好地许愿放生念经 我们有这个愿力 我们在人间靠着观世音菩萨 和自己精进的努力 一定会有求必应 感谢观世音菩萨 感谢观世音菩萨